又有卡内的钱不够 竟然还可以进站搭车 这项措施连许多台湾人都不知道 台湾捷运实在太干净了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韩国小江说 他在台北搭过这么多次捷运 从来没有在月台或是车厢内看到垃圾 谈到台湾捷运 台湾人觉得很稀松平常 问起特别之处 早已把捷运当成日常的台湾人 可能只知道台湾捷运禁止饮食的规定 其实许多台湾人习以为常的体验 对外国人来说 却是大大震惊的好 对台湾人来说 搭过国外地铁才知道台湾有多好 对外国人来说 没来过台湾 不知道捷运可以这么好 外国媒体也曾报道 大赞台湾捷运世界第一 高达14项的理由 让外国人太震惊了 一 悠游卡内的钱不够 竟然还可以进站搭车 这项措施连许多台湾人都不知道 外国人碰到时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来自新加坡的朋友说 有一次 他在台北 跟朋友一起去搭捷运 进站时 笔一下悠游卡 才发现卡内余额只剩几块钱 心想不妙 连搭一站的钱都不够 到站时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刷看看 没想到真的可以出站 余额显示为负值 出站后 再去处值成证数 这张悠游卡就可再继续使用 台湾的捷运公司完全不怕乘客会赖账收不到钱 在新加坡就不一样了 一毛钱都不让你欠着 想要搭车 一通卡最少要有新加坡币三元以上 不然是进不了站的 二 月台门的设置大大提高安全性 来自美国的背包客说道 他在纽约地铁 从来没看过有月台门这种设施 还曾发生过 有人在月台上等车 被人从后方故意推落到轨道的意外事故 到了台湾 发现台北捷运的月台都设有月台门 在列车进站停好后 才会跟车门同步打开 这对带着小孩出游的人来说 特别感到安心 除了可避免乘客不小心失足跌入轨道 也可打消有人想要跳轨巡短的念头 三 营运超过20年的台北捷运怎么更新的一样 台湾捷运实在太干净了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韩国小江说 他在台北搭过这么多次捷运 从来没有在月台或是车厢内看到垃圾 台湾捷运禁止饮食也吓到他了 因为在韩国的话 吃东西是没有限制的 但他也觉得有规范比较好 这样才能维持捷运的整洁 而且更让他震惊的是 这规定完全不需要警察来执行 有一次我朋友不小心顺手喝起了拿在手上的珍奶 立刻被投以一样的眼光 后面的一位小姐轻声地提醒我们 捷运内不能吃东西 也同时让他见识到台湾人会互相提醒的个性 四 标示非常清楚 外国旅客很容易上手 对不会中文的人来说 台湾捷运都有明确且鲜明的英文识别标示 让外国游客在搭乘时不会无所适从 除了所有标示都有英文翻译之外 各路线采取不同的颜色识别 令人一目了然 也有清楚标示 让你找到乘车月台 出入口及洗手间 各站入口处还有告示板显示列车多久会进站 车厢内也都有中英文跑马灯 清楚显示下一站的资讯 5.台北捷运的准时限煞外国人 台湾人士捷运的准时为理所当然 难得碰到一次污点 可能就原生四起 过去 新加坡的交通部长就曾经率团来北捷考察 新加坡的官媒更曾报导 北捷是全世界最可靠的地铁系统 过去新加坡捷运曾经历过一段高污点率的黑暗期 自从跟台湾取经后 最近这两年 它的污点率大幅下降 重新回到前段班了 被比较先进的新加坡称赞 换成台湾人被吓到了 6.台湾捷运超便宜 台湾捷运最低票价为20元 票价超便宜也是外国人共同的看法 日本、南韩、新加坡、美国的票价 至少都比台湾贵两三倍以上 7.台湾乘客遵守秩序 上下车从容又迅速 地上清楚标示排队路线 大家都会乖乖排队 多数人也都遵守先下车 再上车的默契 完全不会发生上下车的人群在门口互相推挤的状况 8.博爱座的和谐文化 亚洲国家的地铁通常都设有博爱座 但是各国的博爱座让座文化都不太相同 韩国小江说除非你够老 否则无论车厢有多空 韩国的博爱座千万不要坐 以前就曾发生过 有个中年人坐在博爱座 当场被一个老人用脚踢爆他的头 至于大陆地铁则是相反 博爱座行同虚设 不管什么人 先抢先赢 而台湾的博爱座就和谐很多 孩童 老人 妇女 甚至只要你觉得不舒服都可以坐 很少会发生感人的争议事件 9.免费的WiFi网路 国外许多地铁市连手机讯号都收不到 更别论还提供乘客免费的WiFi网路 台湾的捷运不仅在车站 连在车厢内也都有免费的WiFi服务 这对没有办理网路吃到饱的短期外国旅客来说 真的特别惊喜 大赞台北捷运真的太方便了 10.北捷每站都找得到有手扶梯的出入口 当然各国捷运新建年代不同 硬要比较说谁好谁坏是不公平的 小江特别喜欢北捷的原因竟然是手扶梯 因为韩国捷运的手扶梯设置没有这么多 加上转程路线通常相距非常远 他说在韩国搭捷运会有种走到死的感觉 11.便明设施特别多 捷运每站都有厕所 而且非常干净 厕所随时有人巡视打扫 也有补给辱式的友善设施 还有免费的充电站 这些设施特别吸引外国人的目光 有些站的厕所跟充电站甚至设置在站外 不用买票进站也可以使用到 更是令外国朋友震撼不已 因为大部分的外国地铁 可没有像台湾这么佛心的 12.握把设计多样化 每个位置都能抓得到 不管车厢多么拥挤 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抓握的地方 多样化的扶手设计给予乘客更多方便 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垂直型扶手 座位周围的扶手以及贯穿车厢的小型把手 似乎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13.近站不用安检 已经习惯搭地铁要安检的中国游客 第一次搭台湾捷运都会感到震惊 什么 搭地铁竟然不用安全检查 进入捷运站的人们可以背着大包小包 走入捷运站 一切井然有序 因为没有安检 人员流动顺畅很多 14.站务人员友善 义工也特别多 来自法国的贝斯说 有一次他在捷运末节车厢等车时 旁边来了一位站务人员 车门开启时 一位是站人士走出来 站务人员立刻上前引导 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时 一半震惊一半感动 他表示 票价不到一欧元的日常大众运输 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除了台湾 还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吗 至于义工 应该已经成了台湾特有的文化了 捷运的入口处都有义工帮忙留意现场状况 晴天有一次因为赶时间 匆忙之间 忘了戴口罩就要网站里冲 幸亏义工阿姨看到马上提醒了我 根据调查 台北捷运整体满意度高达97% 高雄捷运满意度则是接近95% 外国人觉得优点多多的台湾捷运 您认同吗 您觉得还有其他优缺点吗